Hello,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KingFone 然後今天呢,有粉絲朋友跟我講他想要看一下我的這台Switch 皮卡丘限定的這台Switch 到底裡面是一個箱子裡是什麼樣的一個構造呢 然後我之前也有買這些限定款的遊戲 然後我今天就乾脆打算給大家一次性全部都開箱 然後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台Switch呢,是我在日本的時候購買的 然後我是讓朋友直接給我在日本的官網上面訂 然後折人民幣的話是原價2400多一點 是不到2500塊錢 然後他當時是送了一個這個玩具的一個特點 以及一個精靈球的袋子的一個特點 然後玩具的特點我就選了這個皮卡丘 應該不是我選他直接送給我的 然後呢,後面的話呢,是我買的兩款遊戲套裝 然後我當時是首發買價格比較貴 是遊戲加精靈球限定 然後是每一款遊戲都送一個這樣的袋子 然後買兩個的話 他送你兩個玩偶以及一個宣傳的一個畫冊 這個畫冊比較珍貴 所以說我當時買的時候也是很貴的 後面這個,現在的話價格是很便宜的 然後我們現在的話呢,先來進行一個開箱吧 先把前面這台Switch來一個大的一個開箱 那麼我終於調了一個不錯的角度 就可以拍到這個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正面的話呢 左上角就是一個Nintendo Switch的一個標誌 然後這邊寫著寶可夢Let's go皮卡丘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Duck的一個樣子 然後左邊是一個Eboo 右邊是一個皮卡丘 兩個手柄 手柄左邊呢是Eboo的配色 右邊是皮卡丘的配色 然後這邊有個皮卡丘的大圖 裡面是Switch加寶可夢皮卡丘加一個球 然後幾個面的話呢 我們就大致的來看一下背面的這個貼圖比較好看 這邊是一個紅色的Nintendo Logo 然後兩側呢就是它內容包含的東西 包含一台限定主機 然後一個限定Duck 一個遊戲 一個精靈球 以及三個月的會員 我們直接來打開 打開它看一下 可以發現這邊其實也有一個小的設計 是有皮卡丘和Eboo的一個圖案 然後裡面呢是這樣的 我們直接打開 可以看到這個是我當時購買的時候 它寄給我的那個寄到了我那個地址 然後內容物的一個說明書 我們把它放到一邊 然後呢就是我們的機器的一個本體 先把它拿出來看看下面有什麼 下面的話呢有一個它贈送的精靈球的包 是當時的一個特點 然後下面呢是一個HDMI的一個轉接線 以及左下角這裡是一顆精靈球 是它附贈的 中間的話呢有一個 三個月的一個會員的一個記錄卡 然後我當時是已經用掉了 所以說現在是沒有辦法用了 嗯 然後還有一個它的一個限定的一個紙片 還有一個Pokemon GO的介紹的一個說明書 裡面有寶可夢的手遊 包括一些其他的附贈產品的一些介紹 這個呢就是它的一個普通的手柄架 跟普通款是一樣的 然後有兩個手柄的皮卡丘和伊布配色的手柄 這個是皮卡丘的尾巴的配色 這個是伊布的身體的配色 還有比較有特色的呢就是我們的Dock了 Dock的話呢 還是很好看的 右邊是伊布 左邊是皮卡丘 可以看到整個真的是非常的可愛 然後我們把那個機器組裝起來 跟大家看一下 那麼我們的本體就在這裡了 然後有朋友會問我這個手柄和這個是怎麼組裝的 其實這個是有講究 比如說這個是伊布的一個顏色 然後這邊是一個簡號 那麼我們就找到一個簡號 然後這樣把它放進去 然後聽到咔的一聲就行 然後它就是鎖住了 然後如果你要把它鎖得更緊的 就把下面這個白色的扳鍵往下一扳 然後它就鎖得更緊 可以看到我把它扳了一下 所以說它現在鎖住了 然後把它往下一按 然後它就是可以解開的一個狀態 然後你往後面這個按鍵按住 然後把它往上一推 然後這個它就出來了 然後左邊的這個皮卡丘也是一樣的 然後把它這樣組裝完以後就是這樣的一個效果 是分開兩隻手進行一個拿捏的一個把玩的過程 然後接著我們把它組裝到這個機器上 變成一個掌機模式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這樣switch咔嚓一下 裝上去 然後可以看到這就是我們掌機的一個本體的樣子 然後左邊是伊布的顏色 右邊是皮卡丘的顏色 可能我這邊這個相機不太好 所以顯示不出來 伊布的話偏棕色一點 然後皮卡丘的話偏棕黃一點 其他地方都跟普通的switch是一樣的 然後背面的話呢 它這邊有很多皮卡丘和伊布的圖案 我個人覺得是很好看的 它平的平 其他地方呢是磨砂的質感 然後中間這邊呢 是有點亮面的一個塗膠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這就是這個限定款 與眾不同的地方 那麼這個限定款的開箱就差不多到這裡 我把它放到這個dock裡給大家看一下 放到dock裡呢 其實它這個手柄就會和這個融為一體 我把它這樣給大家看 你看這個皮卡丘這樣就連過來 好像是皮卡丘的身體連到了上面這個手柄 然後伊布也一樣 就會讓人感覺到很好看的一個樣子 然後這個背面呢是沒有設計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限定款其實還是很值得買的 如果看到價格有低的話呢 去買一下其實也是不錯的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剩下來的一些東西 這個精靈球包呢 這兩個是全新的 我就不拆了 給大家看一下一個我開過的 這個裡面呢就是一個這樣一個像魔術貼一樣的一個設計 然後裡面呢是可以放精靈球的 可以把精靈球放進去 也可以直接這樣掛在身上 這個搭扣的話 裡面是這個有回彈的這個設計 我覺得這個還是挺好看的 其實平時掛在書包上的話也是不錯的 然後這個玩偶的話呢 裡面是一個皮卡丘一個伊布的玩偶 我就不給大家猜了 因為也畢竟是全新嘛 也包的那麼好 然後皮卡丘的玩偶的話裡面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男主角 他的這個臉畫的有點崩啊 不是我覺得沒有那麼的好看 那麼這個玩偶的話就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那麼主角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兩款遊戲和這一個這個畫冊了 這個畫冊 我給大家開一款吧 因為這兩個這兩個裡面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然後如果全都給大家開的話 這期視頻就有點過長了 我給大家開個皮卡丘好不好 因為我們這也是一個皮卡丘主題的嘛 然後我給他是套了一個 我自己訂做的一個塑料的保護殼 保護他這個遊戲的樣子 可以看到是很新的 我是全新的買過來 然後花了很多錢 比現在的國內價格是要貴多了 先來看正面 正面的話呢就是一個皮卡丘 然後寫著Switch Let's go皮卡丘加精靈球 我是買的日版 因為我的所有收藏基本上都是日版 然後左邊的話呢 跟那個箱子一樣是怎麼樣使用精靈球的一個說明 後面呢是這個遊戲裡面的一些介紹 包括有超夢啊 還有怎麼樣玩啊 包括可以拿精靈球當一個手柄啊 和手手機上那個Pokemon GO進行一個聯動啊 在中國基本上就是相當於沒用的 然後右邊呢有它的內容物的解釋說明 有一張Let's go皮卡丘的一個卡帶 一個精靈球 然後精靈球裡面是包含一個夢幻的 然後其他的BLABLABLA一些說明 我們把它打開 打開的話應該是在上面 這應該也是我的第二次打開吧 第一次打開我是確認過 然後這邊的話呢 裡面先是有一張它的一個卡帶 然後是全新的戴速封的 我就暫時不給它大家拆了 我相信有看過這個開箱的 大家應該也都是看到過他們拆箱的一個過程 然後有一個精靈球的一個充電器 哇這裡面是一個這樣的紙板的一個結構設計啊 然後精靈球是被欠在這個中間 我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這個精靈球整體還是很襯手的 而且它的重量比較重 然後拿在手裡就很有那種精靈球的感覺 我第一次拿到這個的時候 覺得這個精靈球怎麼那麼小 但是其實它的手感還是真的是很好 然後也可以把這個精靈球放到這個包裡面 然後掛在自己的出包上面 其實也是還是挺帥的 我個人覺得 那麼這就是它這一個盒子裡面的所有內容 一張皮卡丘的一個盤 然後一個精靈球 還有一個精靈球的充電器 精靈球裡面是包含一個夢幻的碼的 然後它是買的時候是送了這個 那麼這兩個其實基本上是相同的 我就不給大家再做過多的一個開箱了 還忘掉它這裡面還會附贈一張這樣的一個保證書 證明它買的時間是什麼的 我就這個環境也是裡面附贈的 那麼我們接下去看接下來的內容 接下來就是這個視頻最後的一個內容 也是我比較感興趣的一個 就是它這個限定的一個畫冊 也是當時買的時候附贈的 然後也是全新我也沒有打開過 本來我是不想打開的 但是今天既然開都做開箱了 那我就把它打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裡面到底是什麼樣的 我也很想看一下 裡面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那麼我們把它拿出來 先看背面 背面的話就是寶可夢 Pokemon Let's go Pikachu Let's go Eevee 然後是一個夢幻的一個畫圖案 然後是有點像貼紙一樣很好看 這邊寫著Pokemon Center not for sale 然後這個是當時在精靈寶可夢中心 買這個限定同捆的時候 它會附贈的 只有買兩個同時買它才會送你 正面的話就是我們的Let's go Pikachu 的男主人公女主人公 然後玉三家的三段進化 這個畫風還是很柔和的感覺 然後這邊寫Pokemon Let's go Pikachu Let's go Eevee Art Book 就是我們的畫冊 第一項是這個薄荷的這種顏色 然後裡面就跟封面一樣的一張插圖 然後是皮卡丘的設定集 伊布的設定集 這個畫師我覺得哇 這個是整個地圖包含著精靈的一個地圖 我覺得這本書其實都可以單獨的拿來做一期視頻 呃那麼還有一個這個噴火龍 還有這個其他的一些插圖吧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看 這個是伊布的這個訓練家 哇它裡面還送送東西 我把他拿出來 我就給大家翻一下啦 哦這是四天王 就不做過多的解釋 大家看看就好 然後是小鋼小霞小帽 小赤小綠 嗯然後還有各個 他相當於是原畫集吧 就是那些設計師 他當時在設計這個遊戲的時候 他畫了一些原畫 這個有意思 他好像是每一個遊戲都是有一本的 我日月的那一本我還沒有拆封 然後這個裡面居然是這個樣子的 我覺得很好看 因為我個人也是學過畫畫的 我覺得看他們這樣的原畫設定集 其實還是蠻有意思的 還有每個道館的一個 還有就是這種比較有意思的 博物館和道館裡面的一些介紹 哎沒有咧 這麼快 那麼就是這本設定集裡面所有的一個內容 然後呢他還送了 最後一頁送了我一個這個 我也不知道什麼 應該是文件夾還是 我也不懂 然後就是還挺好看的 我也不會去用它 應該就是把它夾在這個裡面進行一個收藏 嗯 那麼這就是我今天視頻的所有內容啊 然後也真的是開了很多東西 非常希望我的粉絲能夠給我點贊關注 然後轉發評論我的視頻 然後我也是會很開心 因為這次視頻真的是東西蠻多的 然後花了我很多精力去搞這個視頻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喜歡吧 那麼謝謝你們陪我走到這裡 然後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